体检需要憋尿吗 竹文医生特要专家陈柏如 西安市中心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体检这个憋尿呢 指的是我们做妇科这个B超 属于要憋尿 为什么妇科B超做憋尿 我们都知道我们妇科这个子宫呀 树暖过暖槽 在人体的下腹部 它非常的小 正常情况非常小 这时候做B超呢 如果你把它 它小的情况下做B超 它可能就看不见 我们B超也是憋尿 是膀胱在我们子宫的前面 我们如果把尿憋得 满满的尿的时候 我们可能把子宫呢 无形的往上推一点 同时它有个参照物 我们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就是我们妇科B超 憋尿的意义所在 我们有些人他对憋尿 因为就是刚才说 有些人的膀胱非常小 他的容量也就是很小 二个人还对这个尿道的刺激 因为你憋不住尿呀 你觉得他很满很满 然后他去尿 尿一点 两间尿 但是憋的 一般来说 你憋的 就说站不起来 非常胀 非常的 肚子就是不敢碰 碰的好像感觉 一碰尿叫出来的感觉 可能憋的就差不多了吧 那就这么 你把肚子里边 已经胀起来了 就非常的 憋 胀的这种感觉 就差不多了吧 好了 열 在斯坦決 房子里边 很肯定的感觉